因为三国演义的描写 大家都会以为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一个人掀翻了魏国朝廷 其实不然 司马懿掀翻的只是专善朝政把持上书台的曹爽一党而已 而满朝文武几乎都站在司马懿一边 只不过政变的成果最后被司马懿窃取 让人误以为是司马懿靠一己之力翻得深 要了解高平陵之变的性质 先要了解当时公权私有的政治局面 以及这种政治局面出现的原因 这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 汉初西汉皇室与丰佩功臣集团共天下 宰相作为丰佩功臣集团的代表 对皇权有诸多制约作用 皇帝无法对政府运作干涉太深 浑身王霸之气的汉武帝即位后 为了从宰相手上夺权 大力提升身边的侍中 尚书等小官的权力 朝政先跟这些人商议 再让宰相去照办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中朝官 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团 是皇权的延伸 中朝官多数来自跟皇帝友好的宁性 或者寒门世子缺乏号召力 必须找一个有身份的人来做他们的首领 皇帝用起来才好得心应手 有身份而又跟皇帝比跟政府亲密的 就只有皇帝的亲戚了 也就是宗室和外妻 宗室中跟皇帝亲属 近的对皇位有威胁 还不能用 得用血缘比较疏远的宗室 外妻择其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 对皇帝的依附性更强 所以汉朝皇帝比较倾向于任用外妻 为大司马大将军 帮自己执掌朝政 如汉武帝重用皇后为子夫的哥哥为亲 外甥或去病和或光 汉昭帝重用上官皇后的祖父上官杰 汉宣帝重用皇后许平君的叔叔许严寿 祖母家的表叔史高 以及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家族在园 成哀平四帝时出现的五位大司马大将军 汉元帝以后地方豪族日益壮大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持续下降 但东汉皇帝选择的外妻多出自功臣世家 同时自身也是顶级豪族 如伏风斗士 南阳邓士 安定梁士 都各自出了几任皇后 他们的声望和实力足以帮朝廷镇定局势 在东汉皇帝大部分年幼即位的情况下 外妻是皇权的重要保障 向汉和帝时的斗县 汉安帝时的邓制 汉顺帝时的梁商 汉陵帝时的斗武等 在帮小皇帝安定局面上都起过积极作用 自身也有一定功业 但外妻政治形成习惯以后 有的外妻则会凌驾于皇帝之上 甚至废杀皇帝把皇权长期攥在自己手上 如汉商帝时的阎险 汉皇帝时的梁记等 而且这样的外妻往往权力欲极强 胡作非为 使外妻政治走向没落 然而 无论外妻贤明与否 因为他们手握皇权 小皇帝长大后 与他们的矛盾都会日趋尖锐 小皇帝为了夺权 经常利用家奴宦官干掉外妻 东汉王朝在外妻宦官的交替专权之中 就在跌落谷底 走向父王 曹魏建立之后 成于外妻政治的弊病 有一曲宗族不强的寒门女子为皇后 并且明令禁止母家甘政 外妻政治至此终结 宦官则因为汉末以来的恶名 更不可能主政 曹魏皇帝的依靠对象 遂转向疏远宗室 可以说外妻也好 术远宗室也好 宦官也好 都是皇帝的私人 是皇帝专权的工具 只有依靠他们 皇帝才能侵夺政府的权利 否则就难以对政府指手画脚 皇帝的权利欲也就难以满足 一般的观点认为 因曹魏防范宗室 所以司马氏篡权时 没有宗藩为乎 导致江山一守 于是建立晋朝的司马延 反其道而行之 重用宗室子弟为各州都督 结果又导致皇族内部的自相残杀 但是这个观点其实似是而非 曹丕 曹瑞确实是防范禁之宗室 曹丕对曹张 曹子以及曹操其他儿子 确实很苛刻 因为他们有争夺地位的可能性 但对亲戚关系远一些的疏远宗室 曹丕父子则推心置腹 唯以重任 比如夏侯氏的夏侯上 曹操的祖子曹修养子曹真 因为他们也需要私人来支撑皇权 而夏侯上曹修曹真也确实为曹丕和曹瑞出生入死 绝无二心 尤其是曹真本姓秦氏 因其父位就曹操而死 被曹操养如己子 于是在拟治宗族之下 自我认同为曹家子弟 为曹家奋战不已 但是曹丕称帝以后 曹家人都成了宗室 可以坐享荣华富贵 谁还肯去战场上搏命 所以曹家的军事人才立即断层 只能吃以前的老本 随着夏侯上曹真曹修的谢氏 曹家人能打的基本死绝了 但无数连续不断的攻势 又不能派个不懂军事的 纹固子弟去党 于是曹锐不得不起用外姓名将 掌握方面军权 先在东线起用蛮宠 又在西线起用司马懿 但从东汉以来 士族日益壮大 在曹丕时代 设立九品中正之后 更是如虎添翼 尤其是曹丕 曹锐都是短命鬼 许多老臣在曹锐身后 都会成为三朝 四朝元老 他们声望崇高 能力卓越 连皇帝也不能不忌惮三分 曹锐快死时 越想越怕 害怕身后 设计不保 决一把权力 全部收回曹氏宗族手上 所以他临终时 安排的顾命大臣 是曹宇 夏侯县 曹赵 曹爽 秦郎五人 这五人中 曹宇是曹锐的叔父 夏侯县是 书宗夏侯氏的人物 曹赵是 书宗曹修之子 曹爽是曹操阳子 曹真之子 秦郎直接是 曹操阳子 是一水的 曹氏宗族人物 这与两汉皇帝 使用外戚 来保障皇权的性质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皇帝的工具 从外戚变成了 疏远宗室而已 但无论外戚 还是书宗 其权力都来源于皇帝 他们能有此地位 是因为是皇帝的亲戚 而不是个人能力和业绩 他们都是皇权集团的一员 但这一任命 受到中书兼流放 孙姿的强烈反对 这也代表了 朝廷大臣的压力 最终曹锐只好做出妥协 让宗族曹爽和朝廷大臣司马懿 共同辅政 曹家人和朝廷大臣 算是各有了一个代表 曹爽素无名为 面对司马懿为首的老臣时 全无自信 只好重用与曹氏 关系密切的一些人才 与老臣们对抗 这些人 包括曹操的养子和燕 夏侯尚之子夏侯玄 曹锐的儿女庆家避鬼 曹操的老乡 丁匪之子丁密等 都是有才干 有谋略之人 与老臣们对抗的具体方法 则是掌控上书台 曹爽与司马懿 本来一起路上书士 但曹爽用丁密之计 对司马懿名声暗将 遵其为太父 却剥夺了其路上书士之权 此后曹爽不罢上书台 用上书台的令旨 左右朝廷事务 对老臣们步步进逼 曹爽当权以后 用了几年的时间 让老臣们纷纷靠边站 掌控进军的领军将军蒋济 掌管司法的庭位高柔 都被踢去当没多少实权的三宫 对于地方上 曹爽一党也多有插手 以如用下侯旋统领关中 夺西县主帅司马懿的军权 在东县主帅王陵那里 则安插同乡文亲去彻丑 当朝权基本到手以后 曹爽一党因为多事官二代 还显得特别猖狂 以如何验贤上书台的立部上书 卢豫爱手爱脚 直接给他一撸到底 曹爽贤曹睿留给他的大将军 掌使孙丽太耿直 把孙丽一扁再扁 因为猖狂 曹爽一党又给老臣们留下许多口识 如曹爽偷偷使用皇帝的器物 时不时还睡个宫女 何彦等人私下里瓜分国家的屯田等 以及曹爽一党为了夺取关中军权 大举伐属 结果兴士山之战却惨败而归 都加剧了老臣们的不满 曹爽一党干的事 可以说是代表皇权侵夺政府权力 至于皇权代行者曹爽和皇帝曹芳之间有没有矛盾 那是次要的 至少史无名在 可以说矛盾不明显 至于曹爽谋朝篡位之说 史书里更是明说了是司马懿驱打成招 是没影的事 电视剧为了激化矛盾冲突 才把这事做实 但皇权对政府侵夺得这么明显 这么猖狂 会引起多大反弹 这是曹丕曹芮都不敢干的事 曹爽却大干特干 而且还自我感觉良好 可以说是坐在火山口上而不自知 老臣们为了政府行政正常化 也为了自身利益 私下也开始串联 司马师能养三千死士而不被发掘 肯定是由老臣这边的京城官员帮忙隐蔽的 高平陵致便当晚 三宫中的太尉蒋记亲自出面劝降曹爽 司徒高柔接收曹爽大江军府的部队 九卿中的太仆王冠则接收曹爽之地 曹西统帅的中军 而三宫中剩下的一位司空亡灵 此时担任东县主帅 也被曹爽摆过 也是站在司马懿一边的 曹魏元老陈群的儿子陈泰 也参与了对曹爽的劝降 也就是说 三宫九卿等所有元老朝臣 基本都站在司马懿这边 跟司马懿合作 放翻曹爽 司马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只是他们中间只有司马懿有兵 所以司马懿做了带头大哥 看起来好像是他一个人在搞政变而已 但是司马懿夺权以后 有没有让政府行政正常化呢 显然是没有的 司马懿承袭了曹爽的一切做法 继续让蒋济、高柔等三宫靠边站 继续把黄权捏在手里 而且准备把黄氏从曹氏换成司马氏 权力一旦集中就很难再分散出去 而集权制度本身就是剥夺其他人的权力 才得以达成 因此掌握权力的人不敢退出 害怕遭人清算 而且司马懿还变本加厉 为了给谋朝篡位铺路 违背诺言 把曹爽等曹氏亲友团中有才略的成员全部灭族 致使跟他一同许诺的讲迹愧疚而死 而曹爽当初只是架空他的权力 对他并未进行人身迫害 可以说司马懿裂化了游戏规则 恶化了政治生态 说他是历史罪人绝不为过 而进朝建立后 司马氏也承袭了曹氏的做法 对宗室进一步重用 不但用疏忠 还用禁止宗室 而且让他们军权裁权一把抓 结果导致了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 因此东晋时代 整个社会对皇权十分警惕 门阀政治下皇室无权 也难以表演自相残杀 南朝皇权复兴以后 宋岐良臣无故重用宗室 一位皇室于世八王之乱重演 宗室之间爆发一轮又一轮的残杀 北朝隋唐也未能幸免 直到唐玄宗设立十六宅管束藩王 剥夺其实权以后 皇室相残才告一段落 因为从那时开始 皇帝的依靠势力不再是宗室 而是官僚化的宦官 宋以后又演变为失去了独立性的士大夫 而高平陵之变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不过是基于皇权的私人政治 与政府的一次冲突 是皇权运行中的一次危机 而危机过后 皇权依旧凌驾于政府之上 因为从汉武帝开始 皇权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者才 które终于因为 monter楼 za着 yak victorious 快速过去 快速过去 我也能感觉到 挥快不小 宇宙建 Nap